欢迎回来各位同学 这篇文章确实不是很难 大家一定注意啊 听飞飞老师说 这一课的语法呢 当你翻到书里会发现是一堆戒词 它给你出了一堆题 你基本做不下来 所以飞飞老师建议你 不要做这一课的语法练习 因为它这样出 其实是不合规矩的 那么戒词的我觉得用法 一定要像咱们得一点点背 注意你叫off啊 哪个be mad加about啊 只能这么去记 他现在告诉你这四个戒词 基本有很多用法 让你去猜下面一堆词 不要去做 做了意义也不大 所以你可以放弃 今天戒词的语法 戒词就跟着飞飞老师 一点点比如我去记 be interested要加e be afraid要加off 等等等等 这东西只能日记月累 但是那有些常见的戒词 咱们也会给大家总结的 那么来看文章的第一期就出现了 my daughter Jane never dreamed of receiving a letter from a girl of her own age in 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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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堂好记忆了 一听音就知道是荷兰的意思 荷兰说的是荷兰语 跟我读一下这个字 一起来 holland 再来一遍 holland 那同学们 说呀 我的女儿叫Jane 从来都不 还记得什么叫dream of吗 梦想或者梦到也行 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从来都没梦想到吧 不是睡觉的意思 从来都没dreamed off 当然你看他这里加的是1D 也可以加T 我不说了吗 两个都算对 但我希望你记得加T的 你要记规则的 考试能考你规则的吗 那同学们 从来没梦想到 记得次后面一定要加度印 receiving a letter 收到一封信 来自一个女孩 of her own age 估计能猜出来 跟她拥有一样年龄的女孩 这个女孩呢 来自于荷兰 到底怎么回事呢 先办案怎么回事 这里有一个语言点 我不太理解 老师 never不叫从步吗 它不是一般现在式的标志吗 我从不吃鱼 I never eat fish 我从来不知道 I never go to school late 那为什么这理由过去时呢 所以大家要把实态学得活 为什么 因为它指的是怎么样 过去都从来没梦想到 收到这么一封信 请问现在它梦想到了吗 现在想到了呀 因为它已经收到信了 它就不能说从来了 所以这里的从来没梦想到 是指以前的事 我以前从来梦想到 我能长这么胖 举个例子啊 长到260了 其实是骗你的 因为秤速最多到260 俩称腰 当然500多计 举个例子 现在梦想到了 这都陪伴着我呢 就这一次 所以英文和中文不太一样 它特别较真 对于过去时和现在时 怎么较真呢 举个例子你体会体会 有一天我进卫生间 不小心踩你脚了 于是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不起 I'm sorry 我不知道您在这 我不知道你在这 中文好像没有任何的实态感觉 我不知道你在这 完了 但英文能不能这么说 对不起 I don't know You are here 你觉得可不可以这么说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在这 如果你这么说 那老外就会 throw things at you 长那脸扔东西了 扔的时段还好 万一从厕所里捡几个东西扔 当然不说它了 越说越脏 那这里为什么不能用现在时 如果你用现在 那给老外的意思 对不起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你在这呢 那你看到的是谁啊 难道是怪物吗 你现在知道我在这 你所以才说对不起 你是一秒钟之前不知道 可是一秒钟前不知道 这不知道也是过去 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 他会这样说 哎呦对不起 I didn't know 而且主句都过去时了 那同句肯定是背景下 也得用过去时吗 You are here 这是重点答案 你踩一下 对不起 我不能在这 I didn't know you were here 我刚才不让你在这 我现在是 I know you are here 所以你觉得 多么的刁钻 而考题时候 特别爱考这种 现在是过去是区别 你可能觉得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这没有区别 但他就抓你这个空子 所以你看这道题 哎你看啊 excuse me 老假 还就是什么叫realize吗 意识到 他说 哎呦我没有意识到 我在block your way 阻挡那路 哎呦对不起啊 老假 我不好意思 请原谅我 我没意识到 我当得到了 那同学们 你到底选哪个呢 首先能不能选RB 你想想 我没意识到 我当得到 不行 因为他说话时候 已经意识到当得到 所以才说excuse me 那老师 能不能选C 什么叫现在完事 是指到现在为止 不so far 不Yet嘛 所以他的意思 跟B是差不多 只不强调一下 我到现在为止 都没意识到 我当你路了 那你还什么 对不起 继续走 继续踩脚呗 那同学们 C也不行 所以只能选A或者D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而4D估计没人选 因为意识到 这次怎么进行啊 所以答案就是A了 I didn't realize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意识到 我没意识到 我当你路了 I was blocking your way 能明白这意思吗 而且realize 这意思叫begin to know 是个点动词 意识到领悟 这东西没法进行 点动词是不能进行的 那你再看一道题 浙江学金中学月考 不知道咱们 有没有学金中学的 那同学们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got a ticket 我真是不理解 你是怎么 之前得到这个票的 还是罚单 我也不知道 I always 我总是认为 你是一个仔细的司机 哦 那这里的ticket 应该是罚单吧 很好 那叫做 哎我真不明白 你之前怎么得到罚单呢 我一直认为 你是个好司机 我总是认为 你想选哪个呢 当年这要题都错的 靠 就就就错疯了 你知道有错 哎我老师为什么不对 因为always 所以一般现在 我们老师讲了 那我还说 因为有never 你就一般现在是吗 always 总是 那万一他只是过去 总是现在不了呢 那这就应该这么 说 你看能不能理解 我这么犯 我真不理解 你之前怎么 怎么开车 让警察罚了 我之前总是认为 你是一个仔细的人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 能明白这意思吗 如果你选A或者B 那就是我现在还认为 你是仔细的司机 其实不是 你司机也不对 I always thought 我之前还一直认为 你是一个司机 我 他之前从来没梦想 一定体会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要不讲的话 你自己读 你读不出考点了 你读完了再去做听 原来其实心肝念 很多的东西 体重都会考察 要明白怎么回事 为什么使用一般国去识 为什么说never sometimes always 居然也能用一般国去识 那就要把一发学活了 所以他们这么发言 我的女儿 之前可从来没想到 会收到一封信 来自一个来自于荷兰的女孩 什么女孩呢 情话自足 a girl of 不要话from a girl of her own age 她自己年龄的女孩 她自己年龄的女孩 就成了一个of somebody's own age 不用这么翻译 就是同龄的人 那举个例子 she's a friend 她需要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啊 同龄的朋友 就相同年龄的 同龄还铃铛的 同龄 岁数年龄 同龄 注意啊 同龄的英文叫of one's own bridge 她同龄的of his own bridge 我同龄的of my own bridge 所以说她需要一个朋友 跟她同龄的朋友 不能太大不能太小 she's a friend of her own age to play with 需要一个年龄相反的玩 玩板 没问题吧 那咱们倒有 这个男孩跟我同龄 这个男孩跟我同岁 怎么说啊 这个男孩叫the boy is 很好 立马叫of我的年龄 my own age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那the boy is of my own age 所以她收到一个女孩 同龄的女孩 叫做a girl of her 或者his own age 记住她 所以同学们 如果记住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一个女孩 无端中收到 由荷兰的女孩的来信呢 为什么要玻璃信封出现呢 于是 座位的还给你讲故事了 last year 峰辉转去年 所以文章要上的 过去是 we were traveling across the channel and Jane put a piece of paper with her name and a dress on it into a bottle 这里小介词 用得非常的活 咱们先看大面吧 叫做去年 we were traveling 好 across叫穿越 还叫across穿什么吗 咱们讲过吧 是穿平面 而channel是什么意思啊 海峡 海啊 肯定有across through是穿立体 还记得吗 over是抛线 先不说它了 那同学们 去年 we were traveling 这是什么时代 过去经时 再来回应啊 过去经时 表示过去某时间点 或者过去某时段 动作正在进行 怎么翻译 你一定记住 叫 现在经时 叫此时此刻正做某时 过去经时 叫当时正做着 做完了吗 未完形 去年那个时候啊 这么翻译 我们当时 就握着当时 正横渡 或者穿越着 凝极的海峡 正游着一半 能明白的意思吗 这就 过去经时 那么接着 就大概 jame put a piece of paper 在我们穿越的当中的时候 他有一个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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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般国家怎么翻译啊 叫做乐某事 是完成形 他把一张纸给 放进了 一个瓶子中 这要注意 也就是过去经时 一般过去的区别 你来帮我翻译 什么叫 I cycled home yesterday cycle bicycle 骑车的意思 你在家一地 动作完成 加个乐来翻译 叫做 昨天啊 我骑车 到了家了 说的时候 其实你人 已经在家 自行车 已经在你们家门口 停着了 那什么叫做 I was cycling home yesterday 翻译准 叫我当时正往家 骑着 你在半路上 未完成 这俩是绝对不同的 两个概念 能明白吗 真明白 假明白 那就看个题吧 You speak very good French 你法语说的真好啊 谢谢 好看啊 就两个选项 我在四川大学 学四年法语 好 A一般过去是studied B was studying 过去今时 你告诉我 谁是最佳选项 上次说 哎呦 你发译说正好 是的 怎么在四川大学 学估计是四川的题 没关系 你选吧 好 那么同学们 我觉得这种答案 是不是A啊 为什么 因为他翻译的最通 叫做乐 你发译说正好 谢谢 因为我过去啊 我在四川大学 学乐四年法语 发语都学完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想递乘 递乘什么意思吧 我当时在次上 正学这发语 还四年 不通啊 什么叫正学这发语 这是不通的 肯定是学了四年发语 你看哪个最佳选项 来看第二题 两人吃饭 湖南的考题 The food is nice enough 这个食物真是足够的好啊 熊子父子 加enough 好 My friend me a right place 这说 我的朋友 introduce 什么意思啊 介绍 嗯 我朋友给我介绍 一个好地方 到底是introduced 一般国际诗 还是what introducing 你的语感是 哎 咱还是A吧 怎么翻译 最好 因为你这食物真吧 是呀 我朋友当初给我介绍 乐 个好地方 怎么办呢 当时正介绍这 好像没介绍完 没介绍完 你就能来这吃饭吗 不通吧 而且介绍是个点 弄词 我觉得持续弄词也行 反正我觉得不通 那同学们继续 这种题更难 我这样吧 同学们 你暂停一下 自己想想 哪个更好啊 只能说 好同学们 做完了吗 I could how many times yesterday evening 昨天晚上 我给他们打了好几次电话 然后出现什么事呢 但是 I couldn't guess who 就是打不通 为什么呀 他的哥哥 一直 打电话 你选的是 在电话聊天 很好 答应是A吧 你看 他的哥哥 当时 一直在电话中 聊着家 过去某一段时间 动作中来进行 老师呢 B就为人不行 你只要我要选B 我就怎么翻译吗 带哥哥来翻译啊 我昨天晚上 你能打电话 但是然后打不通 就是听不通 为什么 因为他的哥哥 聊完了电话 那要他的哥哥 聊完了电话 就能打通了呀 所以这样就不同 这样才通 昨晚一直打电话 打不通 为什么 那段时间 他一直 他哥哥正站着电话呢 是不是A就更好了 那同学们继续 那这道题 过去后 我们就要看句子 你要这么翻译的准 这样你老翻译的准的话 以后你就能够实在特别互用 不过有些人 现在只能用 现在实现文章 有些人高级一点 会用一般过去时了 最高级的魔鬼 用过去几次 和一般过去 搭配使用 那你得先背啊 先经读啊 去年 我们当时正横渡 迎接的海洋当中 就在那时 Jane放了一张纸 这张纸上 瑞斯叫有啊 伴随有 伪造不是没有吗 有他的名字 还有地址 还有地址 On it On it指谁啊 It指上文中单数 肯定是瓶子吧 在这个瓶子 Sorry On it 这里肯定不是瓶子 因为后面 那肯定是前面的那个paper On the paper 没问题吧 地址在这纸上 In to a photo 你怎么理解 In to呢 其实很好理解 In to的意思 同学们 这次In to 表示进入的意思 你要不知道In to 什么意思 画一图 这就叫In to 往往进入一个空间 比如 Get into a Sorry Go into a room 走进入一间房子 Fly into my kitchen 一个苍蝇 飞入我的厨房 或者 小轿车 比你矮 当时我说 怎么上小轿车 Get into the car 老师你胡说 你当时说的 Get in the car 对 In to也经常在口语中 被简写为In 所以Go in a room 和Go into 没有区别 Fly in my kitchen 等于Fly into my kitchen Get in the car 也可以说 Get into your car 那那反应词 这是进入 那出去 出去的空间 有哪个呀 哪个界词啊 注意 In to本来是 In和To 合到一起 出去的两界词 我们叫一起来 Out of 这一对啊 它的意思叫出来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Out of 一起来 Out of 我从屋子里出来 I come out of the room 我从这个餐 从厨房里飞出来 Fly out of the kitchen 我从车下来 Get out of the car 没问题吧 这叫Out of 我往窗户里头看 Look into the window 它往窗外面看 Look out of the window 结果我们俩对眼了 倒是举个例子 那这话怎么理解 She got out of the car 它从汽车里 出来 Out of 然后 Went into the shop 走进入这个商店 所以同学们 刚才这儿你会发现 就出来了 叫做 说它 Put something 放一个什么 有它名字的纸啊 和这个有地址的纸啊 Into a bottle 放到了瓶子里 用印也没有问题 能明白这意思吗 Into a其实差不太多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不就是咱们 QQ里边的漂流瓶吗 就是 不过搁在 英基里海峡很壮观啊 咱就QQ里边一个 搁到这儿了 不过这很神奇 估计大胆猜呗 被一个荷兰的女孩 捡着了 那于是 就按照我们的大胆 去往下猜 She threw the bottle Into the sea Through的原型是谁啊 Through 过去是谁啊 Through会读啊 不能读throw一起来 Through 再读一遍 Through 过去分词一起来 Through 再来一遍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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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这个评字 印入 进入 扔到海里 不是海的表面 扔到海里 She never thought of it again 什么叫think of 这不用我说了 思考的意思考虑 他不再考虑他了 Ya never 他用过去识 因为全长卫 当时不再考虑他了 能明白这意思吧 好 But 10 months later 10月之后 S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 girl in Holland 收到一封 来自这个荷兰女孩戏 果然我们猜的没有错啊 那接下来 发生什么好玩的剧情了呢 Both girls write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now 出现了 叫两个女孩啊 彼此写信 regularly 有规律的 However they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post office 什么叫however了 然而 但是 他们 have 但 已经决定 决定做目 是叫 decide to do 谁觉得下定 决心做目 是怎么说 不能老忘 叫be determined 做度 虽然他们老决信 但是他们不用 平常互相拽了 他们已经开始决定 使用post office 邮局了 首先我们来看本课的第一个原现象 转折关系 英文中的文章也好 写作也好 有三大逻辑关系 咱们慢慢都会讲 并列 英国和转折 转折 咱们之前一直在说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把转折80%吧 就都给大家告诉清楚了 以后到高中还会学其他的转折 但起码80%转折 现在我告诉你 什么叫转折 往往是两句话中进行转折 如果左面是很好的句子 右面就是很坏的句子 反之 左面是很坏的句子 右面就是很好句子 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一种转折的关系 那么姑且叫第一个句子 It rain yesterday 昨天下雨了 叫做一季 We all went to school 叫做二季 你看 昨天下雨了应该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下雨了吗 那容易临时人啊 带好的事 学生们居然都到笑 老师非常激动 哎很好 这样一坏一好 英文中就构成了转折 那英文转折 大概有两套办法 第一可以在一句的前面 加一些小词 构成转折 而这些词 他们都有尽管的意思 哪个字你学会尽管呢 第一个就是 Also 没问题吧 当然Also也可以写成 Zo 那么它的特点是 一定要加句子 Also it rain yesterday Do how We all went to school 尽管昨天下雨了 我们都去学校 还可以说 Though it rain yesterday We all went to school 没有区别 当然 还可以加第二个 尽管这俩一丝一模一样的 咱们学会这个词呢 叫In spite 什么呀 Of 不过这个尽管 你还记着吗 跟这个尽管 有什么区别来了 很好 Of是个借词 只能加名词 或者Doing 所以我只能说 In spite of the rain 加个名词 尽管有语 Do how We all went to school 能明白吗 其实区别就相当于 Because和Because of 那同学们 有些同学不习惯 在英句的前面 进行转折 他还是喜欢像中文一样 在英句和二句 之间进行转折 那这时候 就不能用尽管了 我要用然而 或者但是这样 而 或者但是这样词 英文中 目前学到三个 分别叫 But It However But Yet However 这仨没有区别 他们的意思都叫 然而 但是的意思 作为Yet 我们以前学过一个词 叫做到目前为止的意思 只能用于否定句 和一文集中 这里放在这个位置 它是但是的意思 它什么句型 都可以使用了 所以Yet有两个意思 那同学们 来看 我怎么说 It rained yesterday 昨天下雨 但是我们都去学校 But We all went to school It rained yesterday Yet We all went to school 是不是感觉更文雅呢 因为你不认识 It rained yesterday However We all went to school 是不是更壮观呢 所以熟悉这种两转折 在一句前加警管 和一二句加 但是 但是不能这么干 也就是 也就是 有了also 咱就别加but 有了instead of 就别加yet 有了so 就别加however 就说白了 这一组出现一个 那一组就省去 你只能用一组转折 老外说 你要两个动的话 又给转回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咱们中文都这样说 咱们说尽管怎么样 但是也怎么怎么样 英文不行 叫 有虽然尽管 无但是 有also 无but 有also 无yet 有also 无however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今天作者 在使用的是 他把一句和二句 直接用了however 你要出门的话 可以立马把however 换成另外两个词 叫做 both go straight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but they have decided to use however 或者yet they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post office 明白吗 如果你要更出门 我不想来叫however 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儿 改一改啊 咱们写 加个句子叫做 although both go straight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now though how they have decided to use 或者 though both go straight to each other 或者 inspired of for writing to each other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就是英文的 两大转折关系 其实有很多的转折词 有时候 完全没有出现 你不要晕 它们不太一样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词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regularly 有规律的 挺好用的一个词 一起来 regular 有规律的 到什么时候 都要有规律 和heartbeat was regular 什么叫heartbeat 心跳 他的心跳 很有规律 没规律 不就死人了吗 哎 我们需要老开会 而且开会 特别是一周一次 那就是hold meetings 叫开会 我们hold regular meetings 有规律的开会 或者 他每天给他老婆 打一电话 没那么玩 就算在家 也打一电话 这不神经病吗 regular phone call 每天我都能收到 一个有规律的电话 10086给我打 所以我交话费 regular phone call 或者 什么叫 regular customer 结果这个词吗 商店购物中 经常出现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customer 顾客的意思 你做一个顾客 多心想 你今天干嘛 不就是砍架去了吗 你要砍死他们 跟我读一下 砍死他们 一起来 customer 开个玩笑 customer 我们什么叫 a regular customer 之一 一个有规律的顾客 那是什么意思 就说吧 我是每个月都去他们店 或者每周二 每周三都去他们店 很好 其实中文叫 老顾客 这一点就应试思维了 别老叫 old customer 把人都叫老了 他们叫老顾客 老顾客 and this is our regular customer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 常客 老顾客 你得好好给人服务服务 每周都来 a regular customer 当然一旦叫LY就不能做形容词 他只能修饰动词 比如飞飞老师要减肥了 那我就得有规律的吃 那副次修饰动词 肯定在动词的后面 我们叫 eat regularly 还得有规律的做运动 那有规律的睡觉也重要 不能老熬夜 sleep regularly 或者do sport regularly 今天那么是怎么样啊 叫做有规律的 write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这些副次是修饰本质的动词 当副次以爱为结尾 修饰动词的时候 一定记住 我们要放在动词的后面 有规律的写 并不是说这俩女孩 而生活都有规律 而说他们写信 挺有规律的 write to each other 能明白这意思吗 如果明白 我们往下来继续看 好 letters will cost a little more but they will certainly travel faster 是的 通常会花费的cost 花费更多 但是他们肯定哦 传播的更快 你看又出现转折 你们还做的测量很高 刚才他两句真转用的however吧 现在不能说however 他写的自己就会一个 他立马换成个bud 下次再出现还可以换成谁 let 下次再出现你可以把这计词叫做 although let us go cost a little more 或者 though let us go cost a little more 或者 in spite of costing a little more 看你能不能灵活使用了 你先做不做人家 再自己写 不过这句话 是用本课的核心句 重点不在这 重点在这 这是什么中东 你见过吗